米核桃属于厚熟型的水果 我们从外面买回来的一般都是硬邦邦的 需要自己吹熟 有时候吹熟的方法不对 还容易烂掉 现在就来教大家三个快速吹熟的方法 方法一 把米核桃装进袋子里面 然后在里面放上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因为这两种水果能够释放出大量的乙烯 而乙烯呢是一种天然的吹熟剂 再把袋口给它扎紧 这样放上三天米核桃就会变软了 方法二 我们将买回来的米核桃先用水清洗一下 再将水分控干 然后用牙签在米核桃上扎一些小孔 这些小孔可以加速米核桃自身乙烯气体的释放 粘好后再放到保鲜袋里 再把袋口绑好 这样放置两三天就可以吃了 方法三 把米核桃放在保鲜袋中 在米核桃的表面倒入少许白酒 把袋口扎紧 放在常温的地方 通过白酒挥发的乙醇也能达到吹熟的效果